主料,猪骨250克,鸡脚350克,木瓜800克,辅量,花生100克,干香菇4朵,水,盐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猪骨与鸡脚先焯水,去掉血水,洗净绿干,花生浸泡20分钟,干香菇尽软,木瓜去皮尺子,切成大块, 先将猪骨,鸡脚放在锅里,加入香菇,花生,木瓜块,最后放水盖过汤料,我用紫砂包大火煮开后,改小火煲4个小时,最后加质量的盐调为即可,烹饪技巧,木瓜皮带苦味,一定要削除后才能使用,木瓜子不能食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